《中华德育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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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吴王和武大人知越国贫困》 《中华德育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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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行告退了 有劳文种了 夫人 臣下告退 文大人慢走 岳王 夫人都别客气 快吃吧 多谢大王 岳王 您身为君王 怎么会住在这种墓屋中呢 岳国贫乏 百姓生活困苦 寡人又怎能贪图享乐 这么说来 岳王就更得收下这些财物了 不为自己 也能让百姓们过得好点啊 话虽如此 但他人之物 寡人不敢销售 岳王何必如此固执 大王 臣妾听闻吴王浩穿衣 岳国多场干戈 不如以上好戈衣相赠 礼尚往来 增两国之好 夫人不必如此麻烦 夫人所言极事 还请千夫长在此等候 寡人上山寻葛 臣妾愿陪代王同去 岳王所待何物 此乃修身之物 千夫长在此稍后 我们去去便回 岳王 岳王 看来这里也没有我们需要的干戈 连这点干戈都找不到 难道是老天有意要灭我越国吗 岳王不必心急 山中物产丰富 相信肯定能找到上好的干戈的 夫人不必安慰寡人 身为国君却不能复国强民 反而要在此寻阁 来供奉他国 朕不知有何颜面去见先王啊 代王此言诧异 代王为了越国 不惜在吴王面前忍辱负重 归国后又能知耻奋发 或越国又何仇不能兴富 能有夫人相助 是乃寡人之幸啊 臣妾只是做了应做之事 臣妾以为 能得范离和文种等贤臣相助 才是代王的福气 范离 文种 若没有他们 恐怕寡人和越国 也无法坚持到此时了 正如此 代王您更应该振作起来 不负众人的苦心呢 夫人所言极是 寡人自当寻遍此山 掘地三尺 也要把干戈踩到 什么人 代王 原来是李齿啊 你不在家准备婚事 怎么跑山上来了 我那未过门的娘子 好作葛依 我想采些干戈送她 没想到能在此遇见代王 见过夫人 还没过门就能受到如此照顾 你家的娘子可真有福气啊 夫人快别取下草民了 代王 上面好像还运着不少财物呢 那是吴王要送给越国的 寡人这次上山来寻葛 也是为了制作葛依 还礼给吴王 李齿 咱们停下了 代王 小人斗胆要问一句 代王 代王为何做出这等事情 寡人做了什么 这吴国送来的东西 咱们越国怎么能要呢 代王 您却还要给吴王送东西 小人 小人不明白 这到底是为了什么 你的话 寡人自然清楚 但事情 不是那么简单的 小人只知道 咱们越国 永远也不能忘了快鸡之池 李齿 事情不是这样的 代王 小人无意冒犯代王 但是 但是 小人只是希望 代王 您能带着我们 一起兴赴越国呀 寡人不会怪你 但眼下 这干戈寡人必须得踩到 代王 您 还劳你为我们带路吧 代王 我们到了 果然是好葛呀 代王 代王何必如此着急 不如歇息片刻 再踩也不迟啊 夫人说得对 寡人确实有些累了 李齿 休息一会儿 然后我们一块儿 把这好葛带回去 是 那去 给李齿吃些吧 多谢夫人 代王 您为何要舔着苦胆呢 是为了不忘快计之辱 以及吴国三年的屈辱 乃是终身之耻辱啊 代王归国后 便将这苦胆悬浴房中 日日尝起苦涩 代王 您把小人弄糊涂了 您到底为何要送礼 给吴王呢 寡人送吴王葛一 只是想保越国子民 远离战争啊 代王 小人竟然 将代王治罪 你有没有说错 寡人又怎么能治你的罪呢 可是 代王 好了 你快吃些干粮 我们好一同采葛呀 代王 小人告退 急什么 到家中休息一下 小人 小人不敢 这有什么不敢的 新郎官可不能满脸是土 还是到家中洗个脸吧 夫人说的在理 来 随寡人一同进去 遵命 月王 您可回来了 真是让我好等啊 来来来 我帮你把这框子拿下来 我这屋中怎么变成了这样 我看你屋子实在是太过简单了 被用吴王赐的绸缎装饰了一番 您看怎么样 带王 带王 月王怎么不说话呀 可惜这些绸缎了 不可惜 不可惜 君王就要有君王的样子嘛 月王您是没看到 我去屋外随便叫几个百姓 他们立刻就过来 帮助我一起装饰 可见百姓们有多么爱戴您呢 寡人实不敢当 我还把吴王所赐之物 分了一些给他们 一个个都高兴地回去了 月王 您应该不会介意吧 带王 小人先行告退 李耻 你怎么说走就走了 连尴尬都不要了 带王还有什么吩咐吗 过几日便是你的大喜之日 寡人也没有什么好送的 便扎了这个木凳给你 带王的好意小人心灵 但我月国现在被人如此欺负 小人又怎么能安心成家呢 这怎么成 带王 小人还要下田 就先走了 这 带王 李耻他 月王您先歇着 我那车中还有不少粮食啊 布料什么的 我去把他们分给百姓 让大家都高兴高兴 带王还是先坐下来歇息一下吧 这满地的绫罗绸缎 寡人又能坐在哪里呢 带王 文仲大人来见 请他进来吧 带王 这是 文大人有所不知 这都是吴国千夫长所为 文仲前来 所为何事 臣下前来 秦下前来禀告带王 农具已经分发完毕 分发完毕又有何用 带王的意思是 恐怕此时百姓都等着分发钱粮 又怎么会有心思下田呢 若如带王 若如带王所言 此时在田中劳作的又是何人 带王 臣下在来见带王的路上 见有百姓在耕作 而钱粮只是搁在了田边 他们既有钱粮 为何还要耕田 带王 劳作乃本分 岂是钱粮可替代的 文仲所言几事 是寡人糊涂了 带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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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何不在屋中休息 诸位都在田间劳作 寡人又岂能坎途安逸 带王 您看这孩子 只知道耕田连媳妇都不要了 李迟 你可知寡人带残君 被困会计之时 对文仲说过什么吗 带王是不是说 定要回到越国呢 不 当时寡人心灰意冷 说寡人将死于此地了吧 带王 您可千万不要这么想啊 文仲听后对寡人说 汤曾被关在夏节的台里 文王被囚在游里 敬公子崇尔 王命翟国 齐公子小白 逃到举国 他们最后 不也都称王称霸了吗 文仲一番话 救了寡人的命啊 不知能否救你一命 可是带王 咱们越国现在处处受制于人 何时是个头啊 寡人相信 只要有这片养育我们的土地在 只要我们的心还在 有何丑没有希望呢 带王 我等虽是草民 但也知带王是明君 有带王在 我们就有希望 岳国的希望 岳国的希望不是寡人 而是诸位 咱们接着干活吧 自己种的粮食 吃的那才叫香呢 夫人 您快歇会儿吧 别累着了 不爱 诸位如此辛苦 我也只能尽我所能了 看这天气 今年肯定能丰收啊 如此一来 我们越国 就能过上一段好日子了 我说李家小子 国家国家 你也不能光想着国 就不想着家了呀 寡人的贺礼 你可不能再拒绝了 这 这 那小人就先谢过带王了 这下你可疯光了 越王您真是让我好找啊 千夫长有什么事情吗 越王怎么在这里啊 寡人与百姓下天劳作 再次歇息 我的意思是请越王回屋 有事相谈 这树下便是寡人的屋子 这里 越王是在说笑吧 寡人从不说笑 连个房顶都没有 哪来的屋子啊 天为盖 地为炉 树为梁 这里便是寡人要住的屋子 越王忍心让夫人 也住在这荒郊野外 无论大王去哪儿 臣妾必会相伴左右 不知千夫长有何事要谈 越王住哪里 我不便多问 但我为越王布置的屋子 还有吴王的赏赐 敢问越王 该如何处置啊 这事寡人早有安排 离迟 来 我这位百姓过几日便要成亲 那间屋子寡人会送于他 当作贺 大王 使不得啊 那里面可都是吴王赏赐给越王你的 听闻吴王爱民如子 相信不会介意的 这 这 那吴王赐的钱粮呢 钱粮自会分给百姓 寡人不留一分一好 越王安排妥大 我也就放心了 时日不早 就此别过 还请千夫长转告吴王 隔一做好之后 也会立即派人送去 先谢过夫人了 千夫长 慢走 驾 大王 这么重的礼 我不能要啊 既送于你 便收下吧 诸位 诸位 如此一世明君 但是也得让我们这些百姓 做一个关爱君主的良民 不然越国的希望 又在哪里 代王 李耻说的很有道理 咱们就听他一回吧 好好 代王 我来帮您 越王勾剑 娇丝苦深 不忘国耻 勾剑虽败 但支持而厚勇 我心尝胆 终成霸业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宝剑虽贡 C 各位慈悲的生命菩萨 你只要打开生命电视台 你就是生命菩萨 我们就一起在关心了世界 关心了所有生命 那些被杀死的动物 那些被超度的这些痛苦的众生 生命电视台一打开 就把这个力量一直在关心了他们 我们的家庭也得到了净化 所以各位一定要随时打开生命电视台 收看生命电视台 按照生命电视台的活头的正法来修行 那么更要护持生命电视大道场 让它法轮常转普度众生 阿弥陀佛 打开生命电视 慈悲众生和谐家庭 欢迎收看并护持生命电视 让此因转动化解烦恼人心 护持正好 1996-5232 1996-5232 护民生命文化基金会 十年同念 知恩保恩 水陆三界 起见法界无遮大盛会 普悦四方 平息世界极易诸灾难 遍及五周 回向友情身心皆安乐 由岩藏三团主办 严禁菩提教育基金会协办 日期2021年10月31日星期日到11月7日星期日 发挥地点 3号国际饭店 地址 云林县斗六市斗六入35号 恰全电话 台中总部 042242-2002 台北土城讲堂 02-2262-6222 云林五尾讲堂 0905-067-717 岩藏僧团培训中心 05-590-1072 华波账户 适应可 华波账号 0769-5488 请住民水陆法会报名 法会报名 义工参与 请洽各处讲堂 敬邀您共相胜举 同瞻法义 喝点 weekend 唱天余 帅月淋云月淋云海 深渊至尊 空行尘祈祷 深受不变 千古今更新 鸿花是年 周边中方域 我们要把握生命的有限性 人生最重要的并不是生命的量 而是指生命的值 我们进化了多少 慈悲了多少 决心增长了多少 这才是我们生命的重点 生命的深度 要比生命的长度来得重要 所以千万不要一直说 我做了什么佛教事业 我赢了多少经书 有时候我们佛教徒 满足于眼前别人眼中的 我花了十年终于把道场盖起来了 我佛像多贵 如何如何 然后内心里面一点改变都没有 所以我们的主题一定要做出 进化了多少 慈悲了多少 我们的资粮圆满了多少 短短的这一辈子 能够修行 那真的是太大的福报 不要再浪费了 有些人为小事人们计较 大事不计较 小事谋计较 然后真正要计较了 菩提心 众生苦 他不理的 深入空性 他不管了 那话不来了 所以各位想清楚 好好修行 不要把生命就浪费在这世俗法里面 感情 名利 你能够赚多少钱吗 你能够谈多少感情吗 你能够生几个儿子吗 难道你的生命就这么狭隘 短事吗 有时候想清楚 所以这些东西是可以转化来修行 可以 但不能执着 不能满足现况 豪贵学到 我现在是博士 我现在是董事长 我现在很有钱 他满足于这种假象的时候 他就看不到佛法是什么 明明那个东西是虚幻的 他认为他有个骄傲 人都有个撑下去的生命 我成功了 所以我付出那么多 我成功了 所以讲话就很骄傲 因为他有感受到他生命 有某一种值得他骄傲的地方 我身材很好 我唱歌很好 我有钱 我漂亮 我英俊 这个就是属于在生命的长度里面 在执着的 因为我这样有比较性 比别人好 我年轻就赚大钱 我有点骄傲 但是真正的本质是什么 我们要追求是什么 贪嗔痴的进化 慈悲的增长 决性 这样子的 不乐智慧也好 了知一切 所以 绝就是了知一切 这些是我们要了解的 不是光我这个部分成功了 众生的苦 乃至对峙的法门 我都要去了解 所以我想 短短的生命 要拿来这么做努力 所以各位现在就要培养 一直想这个 生生世世 你不管你从哪里再来淘汰 你从小你就会认真了 不要再浪费生命 在那些没意义的上面 这种词 Zither Harp